大家好,这集和我们继续学习目睹库使用事例 这一张的主内容是测量两台机器网络延迟及RTT往返时间 我们打开目睹使用手册第119页 RTT是Round Trip Time的缩写 测量RTT的办法很简单 NTP协议的工作原理与之类似 我们先来看一下NTP协议的工作原理 NTP协议是网络时间同步协议 用来同步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时钟 我们来看一下工作原理 客户端在T1时刻向服务器端发送一条消息 服务器端在T2时刻收到这条消息 T2是服务器端上的时间 T1是客户端上的时间 然后在T3时刻向客户端回应一条消息 客户端在T4时刻收到这条消息 那么客户端到服务器端 然后再回来 这一段时间差就是T4-T1 T4-T1 这里面还要扣除掉T2与T3之间的时间差 T3-T2才是真正的网络延迟时间 也就是说这个往返时间 RTT应该等于T4-T1 这个时间差 再减去T3-T2 往返时间的计算比较简单 T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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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T2 没什么复杂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 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时钟可能不同步 可能客户端在2点的时候 服务器端只有1点59分59秒 那么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之间的时间差呢 就差了一秒钟 就差了一秒钟 所以我们还需要同步一下 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之间的时间差 那么这个时间差该如何同步呢 T加上单层的网络延迟 加上1分之1的RTT 如果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时钟是同步的话 应该是相等的 等于T2 加上2分之RTT 等于T2 这里面呢 假定的是 这段时间差跟这段时间差呢 是相等的 单层延迟尽量是相等的 这样子才能够减少系统误差 如果是相等的 那么T加上1分之1RTT 加上1分之1RTT 应该等于T2 前提是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时间是一致的 同步的 如果不同步的话 还应该有一个offset 还应该有一个offset 这里的offset 是指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时间差 当然 如果是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时间差 那么这里就用减 就用减 这样子的话 如果客户端的时间比服务器端的时间早的话 晚的话 如果客户端的时间比服务器端的时间晚的话 offset为正 时间晚的话 或者说时钟快了 如果客户端的时钟快了 则 offset 会正 反之为负 反之为负 那么这样子呢 就得到了offset 等于T1-T2 加上二分之RTT 就得到了 这个结果 T4加T1-T2加T3除以2 1-T2-T2 RTT除以二 除以二 得到的结果就是 T4 二分子T 二分子二T 加T 减去 这个是负的二分子二T2 负的二分子T2 正的二分子T2 那就只剩下负的二分子T2 还有个T3 除以二 跟这个是一样的 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就是NTP协议 如何同步offset 如何同步失踪 如何同步失踪 NTP协议如何计算 往返时间 如何同步失踪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客户端快了 客户端快了 那么客户端只需要 失踪减去offset就可以了 要同步失踪的话 只需要减去offset 当然如果客户端慢了 客户端慢了 offset为负 offset为负 那么客户端的时间 减去一个负的值 就相当于加上了offset 加上了一个正的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目夺设计的long trip事例 它的协议呢 有所简化 这个协议做了一些简化 提一 提二 提三 也就是说这边提二 提三 把服务器端收到时钟 然后呢 立刻发送时间 这里面的时间差呢 忽略不计了 这个时间差 从收到数据 到收到数据以后呢 发送给服务器端 发送给客户端 这个时间差 忽略不计了 忽略不计了 那这样子的话 得到的round trip round trip呢 这个时间差 忽略不计的 round trip就等于t三点t t三点t clock offset呢 等于t二减去 二分之一的t一加t三 这个我们也来看一下 是怎么得来的 t加上二分之一的 往返时间 等于t二 如果时钟是同步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么他得到的clock offset 是t二减去二分之一的t一加t三 实际上呢 这边offset应该是减的 也就是说 这边的offset呢 它并不是指客户端与服务端端的时间差 这里应该是指服务端与客户端的时间差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所设计的这个协议offset是指服务端端与客户端的时间差 服务端与客户端的时间差 得到的offset应该等于t二减去t一 再减去二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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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除二 等于T2 减去 负的二提 负的二提 负的二分之二提 正的负负的正 正的二分之二提 那就剩下一个T了 减去T3除1 减去T3这里负的负 这应该变成加了 除二 等于T2减去 T1加T3除二 说明这里的offset 与NTP协议当中的offset 是不一样的 这个offset是指 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时间差 而这个offset是指 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时间差 RTT等于T3减梯 那么消息格式是这样子的 消息格式是 16个字节 两个时间戳 一个是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的时候 是T1发送过来给服务器端 然后一个T2 这时候T2还不能够确定 那么T2就用0 就用0发送过来 然后服务器端收到这条消息以后 向客户端发送消息 T1 T2发送给客户端 放回回来 那么简化之后的协议呢 少取一次时间 T2跟T3 这里不需要再次去取一下当前的一个时间 T3时间 少取了一次时间 因为Sore收到消息之后 立刻发送回Client 耗时很少 若干为秒 基本不影响最终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是怎么实现的 在Examples底下的 RoundTrip RoundTrip.cc 那么这个程序呢 既可以以服务器端的方式运行 也可以以客户端的方式运行 如果有-s选项 就以服务器端的方式运行 这个是以客户端的方式运行 如果是服务器端 执行的是RunServer 是一个时间同步的一个服务器端 RunServer EvanLoop SetConnectionCallback 连接到来的回调函数 或者说连接关闭的回调函数 消息到来的回调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连接到来 连接到来以后 SetTCP No Delay TCP No Delay 为什么要设置TCP No Delay呢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这个协议 消息一到立刻发送 立刻发送 SetTCP No Delay 可以减少误差 可以减少误差 也就是说TCP协议呢 一旦数据到来 它就马上发送回去 在TCP层 不需要等到更多的数据到来的时候 才一并发送 No Delay ServerMessageCallback ServerMessageCallback这边呢 获取消息 大约等于FrameNet 16个字节 那我们就把消息取出来 取出16个字节 取出16个字节 Retrieve 把它拷贝到了Message里面 那么这时候呢 Message0 Message0应该是 什么东西呢 Message0应该是T这个时刻 T这个时刻 是客户端的时间 客户端上面的时间 那么Message1 我们就把它改成了 服务器端的 收到消息的时刻 receiveTime.microseconds sinceapproach 收到消息的时刻 也就是T2 这就是T2时刻 然后再把它 发送给客户端 SendMessage 这就是服务器端做的事情 收到消息之后 再把这个消息 发送给客户端 那么这个消息里面就包含了 客户端的T10刻 服务器端的T20刻 服务器端的T20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客户端做了什么事情 RunClient 这是服务器端的IP 端口号 TCP Client Set Connection Callback Message Callback 连接 然后每隔0.2秒 执行 SendMyTime 我们先来看一下 Connection Callback Connection Callback 连接建立 连接建立 同样的也是 Set TCP NoDelay 然后一个全局变量 Client Connection 保存了这个连接 Connection 然后我们每隔0.2秒 连接成功以后 每隔0.2秒 SendMyTime SendMyTime 消息 获取一下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 也就是T这个时间 T这个时间 那么第二个时间是0 第二个时间是0 把这个时间发送给服务器端 发送给服务器端 然后服务器端呢 更改了第二个时间 服务器端的T2时间 这个T时间 客户端的T时间 它不动 再把它 响应给客户端 响应给客户端之后 客户端收到以后 会毁掉 ClientMessageCallback ClientMessageCallback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取出来 这个时间取出来Message 这里面的Message0 实际上就是客户端的T时刻 Message1 就是服务器端的T2时刻 服务器端的T2时刻 那么收到的时间 收到的时间 收到这条消息的时间 T3 也就是T3时刻back 那么T1加T3除以2 这中间的时间 这里面我们假定的也是 往返时间是 单程的延迟时间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等一三角形 等一三角形 这边是二分之一的 T1加T3 T1加T3 那么往返时间应该是 这是T3 这是T1 这是T1 T3减T1 那么时间差 应该等于 T2 减去这个二分之一的 T1加T3 时间差 二分之一的 T1加T3 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序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吧 那么这个测试要用到两台机器 这里面我有两个虚拟机 POPO 这台虚拟机 还有POPO2 这台虚拟机 这台虚拟机的IP例子是 188 这是189 这个是189 这个是188 这个是189 189 这也是188 前面这四个都是188 这是189 我们先看一下 时间差 时间差 这两台机器的时间差 大概是16秒左右 16秒左右 这样不行了 因为我们要快速的 因为我们要快速的 这个是12点55分52秒 12点56分08秒 大概是16秒左右 我这样子刚才操作的速度就不够快 那得到的结果是17秒 我操作的时间可能也需要一秒钟 大概是16秒左右 16秒左右 16秒左右的一个时间差 然后我们用这个程序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到底是不是16秒 程序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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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口号12345 12345 这是服务器端 刚才我们看到了服务器端的时间 188这台机器的时间 应该比 这个时间快了16秒左右 188这台机器比189的时间快了16秒 那么这个单做客户端 192.168.159.188 这是客户端 这是服务器端 1 2 3 4 5 那么得到的结果 限差大概是15秒 这个是微秒 这个单位是微秒 这个单位是microseconds microseconds 是微秒 这里面大概是16秒 16秒左右 接近16秒 他们的时间差 这是客户端 这是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的时间差 服务器端比客户端快了16秒 刚才我们Date命令也查看了 Date命令也查看了 当然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时间 我们可以更改一下 sudo.datemining 等一下看 5907了 590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哪个快呢 data data 21 36 这时候呢189这台机器快了 189这台机器快了 我们 服务器端 客户端 客户端 那么这时候就是负的 14秒左右 14秒左右 这个offset是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时间差 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时间差 188是服务器端 189是客户端 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时间差 现在是189的时间快了 所以说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时间差应该是负的 应该是负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189这台机器上运行服务器端 在189这台机器上运行服务器端 188这台机器上运行客户端 那么这时候得到的时间差 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时间差 又是正的 服务器端的时间比客户端跑快了 189 又是正的 因为这时候188是客户端 189是服务器端 offset是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时间差 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时间差 14秒左右 Date 刚好14秒 时间差 刚好14秒 如果刚好14秒 由于我操作时间可能 操作需要时间 它这里面只精确到秒 可能得到了45秒 42 57 因为我操作需要时间 我在42秒的时候 才看了一下时间 然后我操作这里面可能有0.几秒 有0.几秒 所以说它后面 归秒没有答应出来 这里看到的是15秒 实际上只有14秒 这就是RTT 用来检测 两台机器的时间差 而且我们这里面呢 用到了TCP的noDelay选项 noDelay选项 尽可能的减小误差 我们需要设置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